八岁女童惨遭气势荒野 不仅全身遍布伤痕 脸部被殴打至变形 裙子底处更是血迹斑斑 贴身衣物被甩在一旁 显然生前受到了侵犯 女孩的父亲亮腔赶来 当她看到了眼前的惨状 强烈的窒息感瞬间袭来 她只得弯下腰大口呼吸 不顾警察的劝阻 执意坐在一旁 先是挽了挽女儿的裙脚 然后伸手俯上她的脸颊 此刻她是多想再次听到 女儿银银般的笑声 只是这一次 她再也得不到回应 男人名叫大壮 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 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 妻子知性大方 女儿乖巧懂事 这天独自外出之后 却失去了踪迹 无奈之下夫妻只好求助警察 不曾想再见到时 已经天人永隔 几天后 男人接到警察的电话 他们根据残留的体验 提取到了DNA 已经锁定凶手 不日嫌疑犯终于落网 媒体们也是竞相报道 面对镜头 她却没有一丝慌乱 反而嘴角挂满笑容 如胜利者般轻蔑 却又是对法律的嘲讽 因为没有死刑 等待她的 最多也就是20年的牢狱之灾 面对如此猖獗的杀人凶手 大壮自然无法忍受 安慰完悲痛欲绝的妻子后 一套复仇大忌也酝酿出来了 她驱车来到深山的老宅 这里人烟喊之极其隐蔽 她先是收拾了一番 随后开始了改造 接着找到一个混混 花糕架让她帮忙 等到押送犯人的这天 偷偷给司机注射麻醉剂 随着要效的发作 车子被迫停靠在了路边 大壮假装热心群众 协助副驾的警察 将司机扶到路边 随后则是趁其不备 直接开走了押送车 她把车开进了一处废弃工厂 打开后车厢迷晕了凶手 再补上一阵麻醉剂 才将人塞进准备好的后车厢 开车带到了深山老宅 她将凶手的衣服发光 双手合并绑上尼龙袋 随后扣住绳索 转动滑轮将人吊了起来 推来简易手术床 将凶手放在了上面 结结实实地绑紧之后 将手术床平铺了过来 凶手醒来后 才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 此时她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还在冲着大壮大呼小叫 接下来的日子 她将体会到生不如S的滋味 这个男人被勒住了脖子 绳子长度只够她刚好站着 可右脚膝盖却肿了个大包 眼下正常站立都是一件难事 她也只能一跳一跳的 努力保持身体平衡 黏颜不绝地惨叫声力 时不时夹杂着几声咒骂 臂旁的大壮却是无动于衷 因为男人的腿 就是她砸断的 第二天 大壮直接用尿字醒男人 她不断躲避着 嘴里还骂着脏话 大壮也不惯着 直接踩她伤口上 这刻把她痛得撕心裂脏 嘴里还在叙叙叨叨地骂着 大壮一脚踩她脸上去 这才安静了下来 随后来到树林里 她狩猎了一只鹿 做好食物后 扔在男人面前 大壮可不想 就这么轻易地让她死掉 随后联系到了妻子 可警察早就在家里监控 警察切过电话与大壮通话 劝她早日自首 大壮却说还有七天就是女儿生日 等过了第七日 她就会杀了男人 然后再去警局自首 挂断电话后 大壮又将男人吊起 紧接着掏出猎枪子弹上膛 她多想一枪为女儿报仇 可是还不到时候 冷静下来后 转身走出了房间 第三天的时候 大壮还在思考新的折磨方法 男人却在这个时候 声泪俱下地开始道歉 她却不为所动 杀女之仇怎么会轻易原谅 此时注意到一旁的铁链 她将男人吊了起来 用铁链狠狠地抽打 一道道伤痕在身上体现 男人最终也是撑不出 直接晕了过去 大壮却不管不顾 继续挥舞着铁链 狠狠地发泄内心的怒火 等到了第四天 大壮又想出一个新的办法 她先是给男人注射药物 让她保持清醒的同时 却又浑身瘫痪 接着直接擀了她的腰子 拿她的腰子煮了汤 听到男人恢复过来的惨叫 她将煮好的汤拿到房间里 放在了她的身袍 随后坐在不远处 她要亲眼看着男人吃完 随后来到湖边 她逼着自己冷静下来 还有三天 就可以为爱女报仇了 她必须坚持下去 男人正在苦苦求饶 可下一秒 接下来六天的时间 经历了各式各样的折磨 终于她被催垮了 神色淡然她只一心求死 于是不断地开口 想要激怒身旁的大壮 先是提到了她的女儿 说这是她杀过的女童领 最美好的一次体验 紧接着脏话脱口而出 更是模仿了她女儿求饶的画面 这谁能忍得了 大壮捂住男人的嘴巴 掐住脖子的手狠狠用紧 就在情绪即将失控的时候 理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大壮松开了手 如果这样轻易地让男人死去 那可就太便宜她了 电视播报着受害者家属的采访新闻 可荒唐的是事 竟有一个母亲认为 大壮不该怎么做 她觉得事者已是 生者不必沉浸在哀痛之中 大壮直接被这荒唐的言论气消 她不明白同样是受害者家属 为什么她肚的嘴也 会说出这么冷冰冰的话 深夜女人在沙发上看电视 却突然被人捂住口鼻 然后迷晕了过去 来人正是大壮 她将女人放到车上 带回了小木屋里 等到女人醒来后 大壮把她带到关押男人的房间 女人还在不停地挣扎着 却也无济于事 大壮为她取来大铁锤 让她为自己的女儿报仇 狠狠地发泄一下自己的愤恨 女人却说什么也不肯 无奈之下 只好把她关在了里面 等到了第六天 大壮再次返回房间 女人望着她 直接与不惊人死不休 我每看到凶手一次 就好像自己的女人又被害死一次 你越折磨她一次 你的女儿就多死一次 大壮也不再跟她废话 随后直接将人丢到马路边 回来后疯狂地打砸着家具 却也难平愤恨 而女人醒来后 拦了一辆车回去 并且向警方透露了大壮的位置 终于等到了第七日 从地板醒来的男人 此时却出现了幻觉 近看到了自己的女儿 她缓缓走上前去 牵起女儿的手 带到了卫生间 细心地为她整理衣物 抚摸着手上的伤痕 随后为她擦洗手上的血迹 可怎么擦都无济于事 她开始放生痛苦 最后出门时的道别拥抱 竟成了两人之间最后的接触 明明女儿才八岁 为什么要她遭受这般苦难 警察很快赶到小木 大壮听到了动静 想起来今天是女儿的生日 她不想因为这个男人 破坏了女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 她解开了凶手的手铐 选择走出去向警方自首 这个伟大的父亲 用行动控诉了法律的不公 电影《七日复仇》 当正义无法被伸张时 作为一个父亲 男主选择以报之报 却又在女儿生日这天 放弃了杀人的举动 这种磅礴又细腻的爱 令人惋惜却又动容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